新嫌犯 對 白色轎車遭到警方包圍 接著 警車遭到側撞 差一點撞上路燈桿 白色轎車突破警方 尾捕飆上公路脫逃 一路从新北市巴黎的 十三行博物馆 冲到隆敏路 最后遭到警方设点拦阻 我已经终于对买服务 不要害我 我害公路 不要害我 无形嫌犯当场被压制 在地双手上扣 星期二下午 警方展开埋伏包围 为的就是要突破 这件地下钱庄案 卢州警方接获报案 一名富人两个月 带十万元周转 没想到地下钱庄 狮子大开口 每周都来要债 例行高达72分 因为富人他是开店的 他只要超过 七天的期限 他就会每天去他的店里面 给他做 不断去骚扰他 请他还钱这样子 借十万还了21万 还还不完 富人报警求救 警方在双方交款时收网 过程中有一名张姓小队长 遭到撞伤 无形嫌犯围捕后漏网 不过还有一名绰号 小周的共犯再逃 警方还在追棄当中 记得周天杰 陈志根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